他的机车已经被撞到卡进了货车的底盘 结果没想到这一名驾驶还没有停车 继续往前开 又撞到了路边的汽机车 造成了更严重的车祸意外 被警方带回警局 九侧值高达0.33 这样的经验 最近说传出了所谓的科技骚扰 这是我们的独家追踪 有网友说他搭捷运在景安站 就收到手机里头 是可以用蓝牙空头的一种讯息方式 叫做AirDrop 主要的目标就是使用苹果手机的民众 他当时收到这个照片的署名 是一起换宠物照 感觉好像蛮可爱 是善意的照片 结果没想到打开来 居然是不堪入目的不雅照 而且在搭捷运的途中 他不断地一直收到这个照片 表示发送照片的人一直在他的身边 女子很担心是不是被陌生人跟踪 一名女网友她跟平常一样 搭着新炉线上班 不过她的手机却收到了AirDrop的讯息 上面写着可以一起互换宠物的照片吗 没想到却是她的恶梦开始 好 网路上买东西小心护肝变伤肝 在台中有一位妈妈 她要帮儿子买一罐药品 想说帮儿子来补补肝 就这网站号称是一位 换肝权威名医郑龙斌推荐 没有想到收到了这罐药之后 打开来一看 发现不是说龙斌吗 怎么变成龙宝了 那么实际呢 我们也找到了这名医生 郑龙斌 她说行医多年呢 从来没有卖过药 提醒民众千万别再上当了 树林一名外送员 因为赶着要送下一单 因此骑得比较快 然后在路口也没有打方向灯就回转 意外地撞倒了一名19岁的女骑士 导致她颅内出血 抢救八天之后人宣告不治 她的父亲非常的悲痛 在脸书开直播回忆女儿 说等不到奇迹只好忍痛放手 在今天上午呢 信义区的松人路啊 发生了一起非常呱张的车祸意外 这年轻女子开车可能是恍神吧 居然整辆休旅车冲进了大排水沟里 她还一度受困车内等待救援 最新消息我们连线记者陈玉璇 这驾驶说刚开上国道啊 就碰到一辆百万名车呢 东砖西砖的变换车道 而且还硬切到小货车的前方 最后呢导致货车失控 还撞上了护栏翻车 就没想到呢 这辆也涉嫌肇事的名车 却扬长而去 可能吃上六千元的罚单 还得要赔偿损失 多张通讯软体的对话截图 直指旺旺集团的董事长蔡衍明 对中天新闻下指导期 那么蔡衍明也透过脸书 发表声明驳斥截图当中的内容 对此中天新闻也发声明 表示黄国昌是如何取得群组截图 可能涉及不法 被散布截图误导大众 也构成刑法诽谤罪犯刑 九皇军的一选台北报道 新闻台单纯的换照 现在却扯出了浓浓正志位 其实早在今年五月份 就有疑似从总统府流出的密件 里面提到说 有两位新任委员偏绿 可配合处理中天 10月26号听证会上 两位主持人不断地用各种套话 甚至跳针的方式 问微信群组 也被栏尾质疑 这根本就是早已规划好的 猎杀中天计划 有 恐怕走回头路 记者杨夕浩崇约台北采访报道 国军的阿帕纪直升机 今天上午呢 突然间降落在高铁的新竹站前 空地引发了军事迷关注 原来是国军正在进行战备训练 阿帕纪直升机在高铁站 在进行热加油 22岁的夏氏战驾驶 经历了两年学校训练 分发到部队服役快一年 如今因为台海局势紧绷 第一次上场演练 国军展现积极战备 提升国防安全 记者何孟谦 林一生 新竹 宜兰采访报道 差不多这些消息 台湾虎航的脸书粉丝专页说 被发现从昨天下午开始 不明原因就消失了 有人甚至点出了台湖的页面 都出现了 目前无法提供此内容的字样 对此发言人许志远 正视这个消息 表示网站目前在抢修当中 初步判断可能是遭到骇客乳情 另外政府是积极在推动 湿地的光电开发 但可能会导致 史上最大的生态危机吗 现在这个季节 应该在台南的旗鼓 会看到黑面疲禄的踪影 但是现在呢 大家却开始要担心 这些水鸟会不会以后 不飞来台湾 人落口跳票 向地方民怠诚情也没用 只能透过媒体 向政府喊话 政府的村民苦笑着祈求政府 给他们一条活路 政府推绿能 是否也能想到老百姓的苦 美国说的川普啊 指控说社群媒体啊 前置保守派的声音 对他们不公平 因此呢 参议院就召集了 脸书 推特跟Google的执行长 那么对社群平台的 审查内容方式 进行了激烈的拷问 CEO们是主张 网路言论自由 也希望政治人物啊 不要再插手网路内容